也赔了不少钱 那个时候家里边也特别支持我去做一些事 自己去努力的创业 然后赔了 过后 我那个时候就不敢跟家里边说 然后我认识的那个姐姐 那个姐姐现在叫什么名字 我不跟你们讲 是吧 咱们就是不在这边去提 咱们只是说我和她一起共同的经历 精致的这个性格 就是那种特别要强 也想证明自己对不对 说安门你们觉得精致的性格是不是这个性格 是的咱们可以 其实我没有什么性格 如果我有这样性格的话 我也肯定会像他一样成功 所以我没有什么性格 你是说这个姐姐要让我向他学习 还是什么 还是你说我像他 我像他 第一你的性格像他 第二我想让你认识一下他 然后你可以向他学习 知道吧 是这个意思 下午好感恩的新叔叔 那个时候我说你别吃醋 你的姐姐我吃什么醋 你的姐姐我吃什么醋 你真不能不能吃醋 是吧 我说了 结婚了吗 是不是阿姨 你看精致他要吃醋 没有 我是 我 你 你知道吗 你说帮助你很多的人 你说我吃醋 我又不是一个 那种 是不是叫小鹰摸摸哒 什么小鹰摸摸哒 不认识 现在 我前段时间 我给他 讲了我说我有女朋友了 然后呢 他开心坏了 我跟你说 他我高兴死了 我跟你说 其实这个姐姐你都完全 我现在都是懵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一个姐姐 你本来各个姐姐就很多呀 哎呀 我有个 你本来各个姐姐就很多 我说 我有个姐姐 你们两个的性格很像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一起经历过 很多 就是 你是 你是 心酸泪 知道吧 就是他是跟你一起创业的 然后你是想让我向他学习 然后努力的去做 我自己去做 然后向他学习 向他靠旗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 应该是这个意思 是吧 这个是一个意思 这个是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是 我想 介绍你和他认识 介绍我和他认识 就是想让我跟他学习 是吧 对呀 嗯 不是我说半天 你没懂我的意思 是你没有说清楚 我没有说清楚是吧 对 心里没说清楚什么意思 叔叔阿姨们 可能是小富没有说清楚 咱们先上去吧 上去 我坐下来再给你讲吧 因为你就跟我说 我很像他 性格很像他 然后其他的就 就没有了 其他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我敢不敢说 说了我怕你吃醋 金子 哪有什么容易吃醋 你刚刚都说了 他是帮助过你 对不对 刚刚杜老师都说 我以为他哭了 哈哈哈哈 就是你都说了 是从小 就是你跟他一起 穿业的时候 然后很艰苦 然后他还帮助你了 然后你跟我说 这个事情我还吃醋 那我还是不是人了 不会吃醋 我的我 我今天说的这个意思是 我说我有那么一个姐姐 你们的性格很像 我想介绍他给你认识 然后他原来我们 他原来搬过我很多 然后那个时候啥也没有 现在他通过自己 一步一步的努力 现在他很有钱了 也很成功了 就是说我可以向他学习 对 然后我要 我前段时间我给他说 我有女朋友了 他很开心 是这么一个事 懂了吧 那是哪里的 什么时候介绍我认识 等到时候我给你说 好吧 行不行 就是 我想说的就是 我其实我的贵人挺多的 你知道吧 我知道 你说过很多 就是你很多 这个姐姐都对你 为什么我要着重的 给你提这个姐姐 因为 怎么说呢 他可能和其他的那些 哥哥姐姐不一样 知道吧 他在 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仅次于我大哥 真的 对 我和他盖过一船 一船被子睡觉 懂我意思吧 我前面我不敢说这个 知道吧 然后我怕你吃出 跟他一起盖过一船被子 就是他就是一个对你很好的一个姐姐 帮助过你的一个姐姐 对 就像 就你关系好到盖一船被子了吗 对 就是他把你当成一个 把我当成亲弟弟 把你当成亲弟姐 对 什么前妻 什么东西 你们说什么呢 是随缘叔叔还是我的丈母娘 你怎么 那个时候我小嘛 我还很年轻 你说什么都护着我 你知道吗 喂哥 哎哥 怎么了 没在现在 你说 你说 你把那个地址发给我 然后我安排他们弄 好 那走呗 什么前女友 什么后吗 你们说什么呢 讲讲我的创业经历 我的创业经历是比较坎坷的 就是主要 我不知道说出来 可能有点啰嗦 是不是 爱曼 之前你给我提过一嘴 说你之前创业的时候差一点放弃了 然后他鼓励你 然后跟你一起 对 就是那个姐姐 对 就是那个姐姐吗 对 之前提过一嘴 你说你以前也是 很很就是不容易 然后 就是怎么样才能做好的事业 然后你本来是要放弃了 本来你遇到很多挫折 然后本来要放弃了 然后他鼓励你一起 我上次我跟你提过 可能 你没有 可能因为我的哥哥姐姐太多了 可能你不知道是哪个 对 不要让精子流泪 你的手机闪了 你把你手机视频给他看 不就得了 什么手机视频 没有呀 现在你不要着急 我现在没有讲清楚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讲过我的经历 你知道吗 我的经历 说实话 也是挺坎坷的 我呢 包括我遇到你和你一起 也经历了很多东西 但是 就跟我和你一样 我一直在坚持 有没有 我一直在坚持 所以 我现在我能光明正大的带你回成都了 是不是 就跟那个时候我创业一样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放弃了 就因为那个姐姐 她鼓励我 帮助我 然后在我那个时候 就是那种同甘共苦 你能理解吧 是吧 然后就是通过她对我的鼓励 然后我现在 就是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她也给我指了一些路 说话 浑水换鱼 什么浑水换鱼 你们在说什么呢 就给你想表达的一个意思的进展 不管做什么事 咱们都 坚持 坚持 不到最后 谁都不知道结果 你说话 再不果断点 我就要抢金资了 你能抢走的都不是我的 对不对 这点资讯还是有一丘哥 是吧 对吧 我给你介绍表妹 你又不要 你现在你来抢金资 能那么抢吗 金资 她不是不要说我不给她介绍 不给她介绍 那银行就不同 我哪里 我还要去找这个麻烦呢 对啊 下午好 主播先生叔叔 阿姨妈 想听小富创业的经历 小富创业的过程中 应该有个 那个姐姐 你们现在还经常联系的 经常联系的 然后就是自己在 就是自己在做着 自己的主要的一些事业 然后 意思就相当于是一个女强人 是吧 对 那我可以跟她认识一下 我跟你说的目的就是想 对 我说那我可以跟她认识一下 你肯定要跟她认识呀 嗯 对啊 你说好了 福哥介绍给我 我都没明白什么意思 今次说的这个话 我有点懵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妈 你们听懂了没 他说我可以和她认识一下 是不是多少有带点醋意 应该不会吧 没有 下午好 昨天叔叔阿姨下午好 金子 不是开不开心 开心什么 去成都了呀 你怎么 怎么逮到半片就要飞呀 你再一一就是 从这半天飞到那一半片 我这橘子鸟我都 橘子都才叫几个 叔叔阿姨说叫我不要和 不要和你一起聊异性 没有 福哥他刚刚是说的是 我自己大国际站了 跳跃性示威 他让你爬雪山过草地 敏感性格是吧 没关系的 等他那个 到时候认识我那个姐姐过后 他就不会敏感了 你咋了 你咋了 小福那是你咋了 下午好 福哥有故事是要多多讲讲 我讲我没讲明白呀 我没讲明白呀 就是 山里的孩子 居治 非成都小福 对了怎么不敢露面 我没有不敢露面 小福究竟还有多少故事 写书吧 杜老师您来当主编吗 要不我来背背吧 你背着这么爬子也吃力 不用 这不重 我在找几个没有大的 没有大的 那下边那个不是大的吗 好小呀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突然就 就两个天呗 声音那么好听 谁呀 小福吗 是 不敢露脸 你们就当我不敢露脸吧 好吧 因为小福长得挺丑的 来 你下 你拿来 让我来背 来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扎着了是吧 除到砖砖上了 等一下你先 等一下我先稳一下 我看一下 你先拿手拿给我 我看一下 我先稳一下 我先真的从你家里上 让我先稳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破了没 没破 就是直接除到这个尖上面了 来来来 别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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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滑了 金子有点心不在焉 没有 可能小福心不在焉吧 那你把那个贝勒给我 听到没 你听到我说话没有 他不皱 你不小心干嘛 你真的 你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走 我们下去了 不弄了 不摘了 不给我妈摘了 摘什么摘 我看一下 疼不疼 就是就是我现在没缓过神来 我的神经在痛着 就 我现在说不了话 走吧 我们去医院看一下 嗯 你先你先让我缓一块 你跟他们先聊一会 聊什么 疼不疼 我看 是咋在哪了 咋在这儿吗 对我刚刚痛的时候 我是说不了话 知道吗 你让你 然后你就 不是 你要小心一点 我刚刚说你把那个给我 我来背对不对 你不让我背 你看你弄着了吧 疼不疼 我给你吹一下 这是里面的那个 就过一会就好了 给我吧 来我说你给我吧 这个不重 他背的这个不重 别摘了 我妈不吃了 你这样弄的像什么吗 你这样 别摘了 你听我说别摘了 你这样弄着我心疼呀 水果有什么吃的吗 你 只是不小心滑的 又没事 我只是在那一会儿 有点疼而已 后面也不疼呀 我看看 那没事的呀 只是除到我的里面的那个 血管和筋了 那我来我来背 我这不重 真的不重 你 你这样 真的不重 我只是刚刚踩到这个水果是滑的 唉 我妈不吃不给他拿 都给他拿鸡那么多了 还 我知道你的心意 金赞 你这样 你 没事呀 弄着自己了呀 没事呀 我在这里不真心 开心一点吗 你气死我了 真的 开心一点了 这小磕小庄的有什么呀 我在山里面随时都是磕磕碰碰的 都很正常 你不用担心呀 开心一点 笑一笑 快点笑一下 开心不起来 笑一笑快点 我那天我就在说我可能有点后悔了 干嘛 干嘛给你一个这个 我觉得你不管是这个鬼 本来就是我们村里面的 小福好心疼金赞呀 走啦走啦快点 肯定心疼嘛 你 我没事 收拾一下 你怎么怎么说 我刚刚踩到那个水果滑了 然后那地上有一个尖的树抓 然后手一下撑到上面 所以说当时有点疼的 说不了话 他让我把背都拿给他 我没有说话 然后福哥就有点生气了 你 你这样 我当时 为了给我妈摘橘子 你这弄着了 我肯定 我肯定心心里不舒服呀 叔叔 哪儿爹的角子要大一点哦 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吗 你问一下他那 你那摘的有吗 摘了多少 哦那你把那个摘好的给我们 他说好就不用摘了 没事的小事 你上班也没心事上了 天天到山上干嘛 我呀 我不用上班呀 我为什么要上班 今天很多叔叔阿姨们知道我们的 其实都知道小傅的事情 工作是一直在做的 但是小傅是不用上班的 不用朝九晚五是 对 小傅继续讲故事 讲的连续一点 快点 叔叔阿姨们你们心不心疼金字啊 心疼的咱们打个心疼 有啥心疼的 有这个都是小皮小伤 我之前你看我 我这个大拇指上有一坨肉都被我削掉了呢 就是在剁猪草的时候给剁掉的 你要小心一点 我真的不想你干这些活了 这些都是很战场的啦 农村里面的孩子哪个不经历这些东西呢 对不对 我真的不想你干这个活了 没有 不需要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这一棵树的 结得太好了 都有一点小 要不要吃一个 要剥一个给你吃 剥一个给你吃 等下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嗯 你打个电话干嘛 有个事儿 有个事儿 怎么了吗 你走了没 嗯 没事儿没事儿 你现在不用跟我说这些 那个现在还能不能发 能不能发东西走 叔叔阿姨们我们点点赞好不好 割的那个东西要给他发走 然后你叫人去打包一下 啊 有割的 啊 又就是那个桌子上边有五箱那个 然后把那个 拿个箱子打包 然后给他 我把地址发给你 还有那个 那儿有脸像那个大的那个 你知道吧 今天他们拿过来的 嗯 嗯 好 什么呢 没事我看你 没有我就是 哎呀我觉得有点烦躁 你知道吗 不要烦啊 有什么好烦呢 这是什么地方呀 这个是金智的家乡 马边移住这些 平常我工作的状态就是这样 我要他们办什么事 必须马上给我办 我就是急性着 然后再加上 你看你手也弄了 叔叔阿姨们那个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我那个情绪没有控制住 因为我看他摔着了 弄着了 心弹 不摘了 直接去他那儿了 你们要听故事的话 那个 等一下小傅 哦 这颗帅 给那个给大家慢慢的讲 好不好 讲一下小傅 就是 呃 就是在创业过程中啊 遇到的一些人 遇到的一些人 遇到的一些事 可以跟叔叔阿姨